歡迎收看 那周老師 你如果尊重你替你父親 你女兒就出了 對 其實假定你替你父親 相親 你會注意什麼東西 沒問題 比較上 我比較不會去替他相親 為什麼因為 每個人看每個人 就說黃巴腿裡頭 一定要看得到好 那通常我是會覺得說 我們喜歡的小孩子 不見得喜歡 因為古早很多 是大人都介意 這媳婦好 媳婦好 媳婦 這很好 這很好 但是問題 通常都是他們學生不介意的 所以兒女跟父母的那個審美觀 應該不是說看人的審美觀 因為想要當成中生辦理的審美觀 應該是不太一樣 因為他愛 可能就是像洪偉這樣 事業線越大越好 我好在鼓勵 對 那那個 如果是大人在看是 黃偉真的喜歡有事業線 是大人在看是 那是大人在看是 莫達越大越好 可好生 對 我會生 最怕就怕他不會生 對不對 所以莫達越大越好 所以說莫達越大越好 中南美洲的那就要取中南美洲 所以中南美洲是很厲害 所以很厲害 他們沒有一種 對 我說如果這樣就要找那個 真意國路 我們教他的 他沒有教他的 就是人家教他的 小孩就不一定教他的 所以說應該是審美觀念 沒有辦法有能夠討論 所以你像我以前的人 如果要相親都是有人不 這樣一個家 一家一家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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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也是這樣 以前不是這樣 結婚都是這樣子 你不曉得你有多幸福嗎 我真的覺得我很幸福 以前就是這樣 真的這樣 無法逃跑就對了 就是那個有先請你的概頭 那個概度是喊起來 就知道這女生怎麼會睡 真的要偷看一會嗎 以前的女生是大門不出 二門不賣 你要去偷看 你要偷看就要塞下去 因為他的手上 你要背那個 你就要塞下去 所以以前是沒辦法偷看 但是我是覺得說 還是不要以父母的眼光 去幫兒女們看 後來都知道 你是大人很害怕的 我們通常我們碰到的 很多就是父母 應該說大家很害怕的這個媳婦 但是他後來就是要跟他離婚 他就是不害怕 蔡老師 你這樣會專業 拿出來看這面相不錯 如果我在逛媳婦 第一點我會看他額頭 一定要寬寬 因為聰明嘛 因為聽說 所以說媳婦如果聾 爸爸的孫就會聾 因為那個遺傳的關係 是是是 所以我一定要他額頭寬寬 都像這個都好 都這種額頭寬寬 都聾 好 那再來就是鼻子一定要好 鼻子好 陰紅 我一定想說這個孫生 要讓他陰一個 這樣後面看他覺得這樣 比較省 這樣一直粉朵 所以說陰紅 再來就是嘴巴絕對不能太薄 如果水顏皮很薄 我兒子就慘了 一天都夠 都在那裡 好像不算在那裡 因為嘴唇很薄的人 很會唸 他吃東西很厲害 吃東西很厲害 但是問題就是說 麻人都喜歡 人人不想聽話 他是愚愛嘛 那個就是嘴唇不薄 那種的 說話 平衡好 嘴唇不薄 要稍微一條 對 你還有這個 額頭要寬寬 額頭要寬寬 可以的話 看得到 魚也要漂亮一條也好 魚要漂亮 牠就是有福 耳朵 不過牠的都蓋住 看不到 沒辦法 我們看得到的就是這樣子 好 那蘇律師這邊說 你媽媽過世前 曾經跟你討論過 你跟女朋友之間的關係 因為之前就是有時候 跟媽媽談的時候 媽媽不會在 平常說不會談這個事情 有些心底的話 做到最後的時候 他才會有說 那他那時候就講說 因為我太太是屬於 比較需要人家照顧的 就是我要照顧牠 我要照顧牠 那去哪裡要照顧牠 要睡覺前要打個電話 然後 所以有些東西 在那時候當中 什麼叫做睡覺前 睡覺前的時候 又要通過電話 就是在當中 他還沒有娶進來的時候 還沒有娶進來的時候 要通電話 我媽就看到我通電話 講電話 都怕我還沒睡 所以每天晚上 那時候你跟媽媽住一起 所以媽媽就看到 你在睡前都先跟女朋友 先打個電話 那要做什麼 要照顧牠 要去哪裡吃飯 什麼 都會 我們就會比較 什麼叫你都要照顧牠 什麼意思 就是一般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比較要 照顧牠 就是你會想要幫牠 設想很多事情 就是我會幫牠 設想很多事情 當然牠也可能會幫我設想 可是我媽比較沒看到 我就說 你都帶牠收 帶女朋友收 要去哪裡玩 要照顧牠 那牠如果說 牠不太高興 可能就會臉就會有點 就會說 這個有點不太高興 對 那我就要 讓牠比較開心 女朋友 女朋友 現在變太太了 好 太太 是不是變太太 那我媽媽就 因為平常都會有接觸到 有時候就會 因為交往滿久了 所以有時候到家裡吃飯 都看到 說我會幫牠做一些事情 那牠比較少幫我做 牠會 牠比較少幫我 比方說媽媽看到人 你幫牠做什麼 做什麼 我也忘了 就是 就做很多 就是說 例如說 把準備一些東西 吃飯的時候 或是去哪裡的時候 都會準備好 要開車什麼 都是我準備的比較多 比較多 那麼 所以媽媽看在眼裡 媽媽看在眼裡 她說 都好像是 你兒子去照顧別人 那怎麼沒有別人 在照顧我呢 對 那可是 她可能沒有看到這一點 媽媽看最不會過 就像剛才 他那鍋 有湯紙都沒洗 他會覺得說會不會是以後我兒子結婚之後 他會覺得 那我兒子結婚之後 會不會都是要我去 對 要什麼 什麼東西 我要賺錢 要賺錢 煮飯 打掃 什麼都是要兒子做 他其實會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他就說 他那時候他觀察了很久 他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 他說一個理由 他說 因為這個女兒 那個女孩子 他不是跟你玩玩的 很有趣 他講這個 他說他觀察到 雖然他覺得 以這種外觀條件 他不會 他不是這麼滿意 他覺得應該要取一個 來照顧我的 應該是到家裡說 不用啦 我來幫你 我來替你坐下來 比較 他可能想像這個是最好 因為這樣 以後會照顧他 馬上這個 叫起來坐 對 叫起來 你不要坐 我來坐 你坐 他比較會這樣 可是我的太太比較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比較是中規中矩 你有教大家去坐 他會這樣 可是又沒有那麼積極 對不對 所以對他的腦袋想想 應該是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 太太比較怒吶 他比較 對 老實 怒吶 那所以 那他說 他說他喜歡這一點說 這個女生不是跟你玩玩的 他看到她說 她是真正愛我 所以說 對對看錯 我不知道 他突然這樣講 會說 他說他覺得 他覺得說 她是真正的愛我 所以他覺得說 女生不是跟你玩玩的 如果有時候就說 因為有什麼因素 他不是真的是跟你投入感情 所以他說 他是可以跟你走一輩子 所以媽媽才會覺得說 他很好 但是他就說 但有些狀況 其實外觀上 跟他本來的想法 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媽媽這個有智慧 你沒有問他說 媽媽你哪裡哪裡看出來 因為我是還沒玩的而已 想不到他玩身體 我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部母親去相親 有一個好處是 他看到我們沒有看到的 就是說他 尤其是媽媽還是希望你 爸爸媽媽還是希望你 你找到一個好的對象 永遠在一起 所以他看到這件事情 他覺得說 那之後我自己的 把他放下來 其實我也 我也聽過有一個 我的朋友 他就說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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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婆婆 他們那時候就知道說 他幫他的兒子找媳婦 那於是找媳婦 他就看到他們家 跟他 他們家比較窮 所以就是 他就講好說 那以後你就是來 做我們家媳婦 那這個兒子也很 他的兒子也很乖 反正就 媽媽講什麼 就這個 就媳婦娶進來之後 因為他爸爸媽媽 就覺得媳婦很好 果然真的很好 這個兒子就肥累 對 不太工作 也就好吃很多東西 有點錢嘛 對不對 就玩啦 就不會說去那個 這媳婦就很認真地 把家裡操持起來 不管這個兒子怎麼樣 就外面有一些花天酒地 他就守在家裡 也有生小孩這樣 那他就 那人家問他說 人家問他好奇 你為什麼 你的先生這樣子在外面玩 又不照顧家裡 那你有怎麼想法 他說 因為我的公公婆婆對我很好 他那時候是這樣 他覺得說 他有責任照顧這個家 我聽起來很那個 那他的先生確實已經 確實很會肥累了 那他們年紀 他已經很大了 這個媳婦年紀很大了 公公婆婆婆也在 人家問公公婆婆婆都走 你可以了吧 不行 我覺得他就是我們一家 他也沒有想要 就沒有想要離婚 那所以讓我就很印象深刻說 原來有時候父母親看到的 比我們看到的東西 還要還要還要準 那他為了這個 那他就是說 他為了守護這個家 他今天是帶得好媳婦 帶好媳婦 然後他也為了守護這個家 他也幫那個肥累的先生 想說錢不能被他花用走 要幫他做一些財產規劃 可以給他用 可是不能拿他花走 因為畢竟還有小孩 把他們家產雇住 好 今天的來賓 都是有相親過的 就來講講他們相親的故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